举身函数 那特别注意什么叫日期的这个格式 基本上标准的 标准的这个格式大概长这样子 年月日吧 中间加斜线 那实际上 如果说我今天 要把这个 到底日期里面 它到底是里面是放了什么东西 基本上主要 它里面其实就是一个数字 OK 那你怎么知道是一个数字 你可以用一个方法 你可以把这个格式部分 按右键储存的格式 假如说呢 我不要给它格式 而是用通用格式的话 OK 通用格式的话 你会发现它这边会是一个数字 42005 OK 那实际上这个数字怎么来的 根据那个 就是Excel的官方说法 你可以看说明档里面也提到 其实这个日期 这个数字实际上 就是跟1900年的 1月1号 相比较 之后 的天数 相差的 这个数字的天数 就是这个数字实际上是跟 1900年1月1号相差 差几天的意思 那也就是说当然 越后面的天数呢 当然 它的那个 这个数字当然越大 那也就是说 将来如果说你两个日期之间 要比较 两个换算到底两个相差几天的话 实际上你可以把 就是比较 后面的日期在减前面 实际上它回来的就是一个数字 也就是两个相差几天 OK 不过有的时候它减完之后 日期减日期之后 回来会告诉你是一个 一个那个 一个日期 那你只要做一件事 把这个地方 改为什么 改回通用格式就可以了 它就是一个天数 那其实算日期 比较麻烦的地方 其实不是算 相差几天 而是相差几个月 因为有时候 那个月份 当然有 有30天 有31天 那2月更麻烦 有28天 也有29天 所以呢 那换算的时候 当然比较不容易 还有相差几年 几年的话 当然一年一定是365天 可是你要换算 毕竟比较不容易 OK 第一个 所以你要有观念 实际上虽然你是记录像长这样 但是它记录在Excel里面 实际上就是一个数字 OK 所以日期也是一个数字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 那如果说我今天 希望假设我输入的 这个日期 假设是2015年的1月1号 但是呢 我老板 就希望说 我能够格式化 因为比较传统的公司 希望格式化成长这样子 民国年 然后中间加一点 一月份的话呢 如果是个月 各位数字的月份要补零 日的话呢 也是一样补零 后面瓜葫要周几 或者是星期几之类的 比如说后面再加个瓜葫周几 那像这样的格式该如何产生呢 OK 好 那如果说你要制定格式 该怎么做 不过特别注意哦 像这种民国年 如果你的环境呢 不是繁体中文版的话 一定也不会有 OK 特别注意哦 如果你公司是英文版的 像有同学问我一个 那个像Big Five 因为环境如果不是繁体中文的话 也不会有那些东西 如果你是英文版 那当然不会啊 因为英文环境里面 他理论上哦 不会去去把这些就是加进来 那实际上为什么会有那个 就是民国年啊 实际上因为你可以看日期里面啊 除非你是那个什么 繁体中文版 而且是台湾地区哦 OK在台湾哦 不然的话没有这东西啊 香港也没有中华民国 OK因为全世界只有一个地方 就是台湾有这种中华民国 OK 所以这个地方要特别注意啊 如果不是繁体中文的版本 也不会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首先呢 请大概先了解一下 像这个格式 那我们切到Today好了 比如说我想要知道 今天日期的话 那最简单的方法 你可以插入函数 找到那个日期及时间 反正今天我们主要是把 这些这么多的日期之间 这个相关的函数 怎么使用 比较重要的我们提出来 那当然比较不是那么常用 也许你可以自己稍微了解一下 比如说Date的函数 它里面要跟我们要三个东西 然后DateValue里面要跟我们要一个Date的Test 格式 然后一个Date啦 Date是取得 你是年月日里面的日的部分 诸如此类的 那如果说假这个问题 我如果今天要取得什么 当前系统的日期 其实就是今天日期的话 那我要怎么直接去输 当然我不可能说直接 去看我的右下角这边 2016 8月 如果你现在输入的话 明天一打开来 它又不是当天 我是要自动去抓系统时间的话 那这个地方 你大概就要知道 在日期及时间函数里面 有哪些函数可以达到 你要做的事情 其实这边至少会有几个 第一个 No 可不可以 传回 格式为日期与时间 的目前日期 它强调 不过它这个完全不通顺的语法 如果做老师一看 这什么东西 为日期与时间的目前日期 这是什么文法 OK 这个应该是直接翻译过来的 完全没有去 OK 第一个是No 其实No是可以 但是它会 就是说它除了有日期之外 还有现在的时间 那另外还有一个呢 其实Today 可不可以 传回 格式为日期的 目前日期 这个文法也怪怪的 反正有时候其实 如果里面 所以有时候你看那些说明的话 也不要太钻牛角尖 反正你知道这一诗就好了 就是一个日期就对了 OK 那两个相互差别 就是说一个有日期 一个有时间 一个没时间 所以如果说按确定之后的话 你会发现按确定 OK 这个时候的话会出现什么 现在的那个 今天日期 那你可以在练习 就是说用No 假设这边用No 这边插入函数 那一样我们用No 那这个地方的话 它一样会给我们一个 这个 现在的按确定 OK 你会发现两个几乎一模一样 有没有 那什么时候会不一样 你可以把它拉宽一点 把它两个选起来 按右键 除此格式里面 如果你找一个那个日期 时间的部分 时间里面 它有一个就是说 年月日加10分秒 应该是10分 它没有到秒 或者你可以再找一个10分秒 反正就是找这个标准格式 按确定 那你会发现 这个差异点就出来了 有没有 其实Today跟No 最大的差别就是说 一个有时间 一个没有时间 如果说你只有日期的话 只有管日期的话 其实没有差别 但是如果说你还要精确到 有时间的话 那你恐怕一定要No 你不能用Today OK 第一个 那第二个就是说 如果今天呢 我希望 因为可能有些公司比较传统 它用的是民国年 那假如说我心 希望 帮我把那个 这个今天的日期 格式化成像这样的 一个格式 民国年 然后呢 补林 就是如果各位数补林 后面有州籍的话 那你需要怎么做 当然第一个呢 你可以按一滑鼠右键 然后你可以什么 储存在格式里面呢 当然我知道说 我可以日期里面 会有一个民国 所以这边的话 中华民国历 那当然里面有比较接近的 什么中华民国 可是年月是我不要 我要把它换成点的话 这个时候呢 其实各位可以 自定一下 对应该都知道自定 自定的地方的话呢 其实怎么样 把这个地方 年的部分改成点就可以了 上面会改 月 把它改成点 日的话就把它删除掉就可以了 双以后把它拿掉好了 OK 其他不要动 那可是问题呢 那我需要各位数字补零的话 特别需要 你只要在这个什么呢 M的后面再加个M MM 有没有 D的话呢 再加个DD OK 那前面这个E不用动 不要 这个是 民国年的里面 它外挂 就是说我们外挂 中华民国历的时候 它会有这种表示方式 就是取得民国年 那再来就是说 如果我今天呢 希望在后面加上周级 刮胡周级的话 当然你不可能说 你自己在后面 刮胡之后再打一个周级 不可能 因为每个日期可能会变动 不一定 所以这个时候呢 你需要做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 我先这个先复制一下 你切到那个日期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 日期格式里面 如果是CD的话 这边就有什么 星期几跟周级 对不对 那周级的话呢 这边有 可是问题 如果你要跟刚刚的 格式结合的话 你可以制定 看一下 它里面会告诉你说 AAA 表示周级 那如果说你要把刚刚的格式 加进来的话 其实很简单 我刚刚有把它复制了 那我就把它刮胡这里面 怎么样 加个什么呢 AAA OK 有没有看到 周级就出来了 那如果说你要星期几的话呢 很简单 再多个A 星期几就出来了 OK 那答案其实就是在刚刚的那个格式里面 稍微制定一下就可以 那我们三个按确定 这个时候的话呢 我们的格式就出现了 OK 所以那个中和列集里面这个格式怎么做的 其实就刚刚我们用today的方式来做 那另外的话呢 不过这个地方奥运 倒数计时啊 因为已经过了 对不对 而且开始了 理论上已经开始了 所以啊 也许可以改一下 这边也许是改成20 对吧 20 东京好像2020吧 对吧 假如2020呢 如果说呢 要倒数计时 那我也不知道哪一天啊 不过假设啦 是2020年8月1号好了 OK 那如果跟8月1号 比如说你这个地方 跟2020的8月1号相比较 那我要相差几天呢 OK 那我刚刚讲过哦 其实你按右键 储存格格式呢 如果你把它改成通用 它是这一个数字 未来的 那我刚刚讲 就是说跟190年1月1号 相差几天嘛 对不对 那你可以怎么样呢 如果你要去计算的话 你可以怎样 等于 什么呢 这个日期 对不对 减掉 今天的日期 Today嘛 其实你不用管格式啦 反正里面就是一个数字就对了 其实外面虽然看起来不一样 但里面记录在Esser里面 就是一个数字 那如果像减完之后按打勾 那因为你两个都是格式是日期 所以你打勾之后 它回来的话 预设的话 假设因为我这边已经改过了 预设的格式呢 如果是一个日期的话 它可能减完会长这样子 常常你们会遇到这种状况 其实很简单 如果日期减日期之后 如果你要恢复成几天的话 把它改成通用格式 按个确定 就算完了 总共是1451天 所以离那个假设 那个日本的那个 好像是东京吧 在东京办 那个奥运 大概就会有这样的天数 那如果算天数还比较简单 可是算相差几个月 可能你就会比较麻烦 你总不可能全部都除以30天来算吧 可能这样就不过精确 那如果是你要相差几年 几年的话 大概比较365天 所以如果说呢 我们今天假如说呢 再来后面有个DATIF这个函数 如果说后面呢 我希望算后面的这个问题是 请你告诉我 这个人哦 他的生日 是1972年的8月5号 请问 这个地方呢 他出生到今天为止 请你帮我把这个答案呢 直接填在这里 就是他出生到现在为止 他已经几岁了 那这个所谓的几岁是要满哦 如果说 他还不到8月5号的话 那就是还没满 可是如果过了8月5号 过了他的生日 那就是又多满一岁 OK 那如果几岁 又几个月 N这个地方 请他自己填上去 N填 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如果你要把这个算出来 其实还有点难度 那这个地方如果说呢 我们要用那个日期雨显寒数 特别注意就有一个很重要 非常非常重要的函数 叫DATIF 不过这个DATIF的函数 还蛮奇妙的 为什么呢 因为呢 你在插入函数的地方 是看不到什么 看不到这个DATIF函数 所以你往下找了 是找不到DATIF 那主要原因 根据那个网络上的说法 主要是专利问题 因为这个地方 他没有办法把它加进来 因为这个可能有他的专利 没办法把DATIF这个直接加进来 但是很奇妙的是 虽然这里面没有 可是未来你要执行这个DATIF函数 你可以透过另外一个方法 自己打上去 自己打上去是可以 但是插入函数里面 它不显示出来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等一下我们来看一下 了解一下非常重要一个 计算日期时间的函数 DATIF 那请各位先练习一下 把这边稍微了解一下 我刚刚做的部分就是第一个 这个Today跟Now OK这两个 然后呢 把它稍微格式化 那也许你这边的话 格式化成后面的综合练习的部分 那另外的话呢 把那个奥运的倒数计时 也稍微做一下 稍微了解一下 基本上 其实日期就是一个数字 除存在Esser里面 其实表面上看起来 有格式 但是它就是一个数字